封银行新使馆开幕 央行总裁彭怀南亲自出席 谈到国际金融情势 今天的彭总裁很有感触 一种行为 这也就是所说的银行3.0 总裁也喊银行3.0 不过眼见中国央行 人民银行半年内第三度降息 这重大的国际情势 总裁倒是没有多做回应 不过财政部长张胜和就认为 大陆半年来连续三度降息 代表大陆经济保期很严峻 甚至认为近来飙涨的路股 有泡沫危险 房地产在压抑吧 所以资金就会跑到股市去 所以会造成股市的浪漫观 其实不止台湾官员市井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 玫瑰石顾问首席经济学家谢国中 接受平面媒体访问也说 中国政府想透过拉抬股市 支撑经济的企图非常明显 但中国股市走势 不会如政府预期的慢牛 而是如火箭般一飞冲天 突增风险 这套金钱游戏 最终只会证明是玩火自焚 不过11号路股却在线风流走势 银行券商保险类股多档冲涨停 中场上证指数 深圳指数都飙涨超过3% 双双收在单日最高点 上证指数重回4300点之上 现在中国大陆的股市已经涨了一大波 不管是证监会或者是国务院 开始提出一些警惕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预期 当股上证在接近4500点或4500点以上的时候 市场就会开始做一些自我的调节 克强那个时候其实大概在做了很明确的表示 他表达说 第一个人民币不会进入一个禁别的行列 上一次的降准 其实对于后续的人民币的汇率 基本上都不太敢去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 总体经济专家认为 政策主导金融的中国 人民币在官方多次宣誓之下 要重贬可能性不大 而11号人民币对美元也多维持平盘 而新台币的汇率 星期一则收贬1.5分 收在30.78元 记者叶珊张浩普台北报道 好 回到非凡股市现场 我们在上个礼拜就跟大家特别提醒 因为是五一长假回来 我们没有长假 五一三天假期回来 我们就特别提到说 其实在整个市场的每一位分子 参与市场的每一个因子 其实都在因应 六月一号的新的制度上面的产生 它产生的一定的一个变化 包括交易所 金管会 券商 大家其实都在开始做沙盘推演 对 其实为什么我们在这一次 六月一号之前 在这五月份里面 要率先的跟投资朋友分享 我们在整个一个六月一号新制之前 对股市上面的沙盘推演 模拟测试 建议你的一个实物操作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有感于台北股市呢 其实这几年以来 尤其这一两年 它的情况是越来越的一个明显 投资朋友越来越的力量上面越示威 很多人都说整个万点它是无感的 可是我心里面常常在想 是你太冷静 还是你无能为力 很多人就是因为它的一个操作的习性 它一直不肯改变 造成的无能为力 在这一次里面 我说看起来它痛 但是它有时候呢 你只要能够转一个弯 去有个思考的上面 新的一个观点 新的一个眼光 来看待整个台北股市 或许未来在六月份之后呢 又是你重新出发 重新反败为胜的一个 制胜关键点的一个产生 所以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可以发觉到 在这次星象大哥或是宾宇里面 宾宇是组长所谓的筹码 星象大哥是用技术分析的一个角度 我是从实物的操作 我访骗了我们在之前里面说 最近里面来讲话 整个市场上面充斥的品种资金 业内资金或是融资维持率的改变 造成市场的一个蜕变 其实我们在DVD的光碟里面 早就事先的已经去做沙盘的一个推演 需要一个应战的模式 我想大家 那佩婷来讲话 她是在香港的一个专家 没有涨跌幅限制 对 还有操作陆股跟新加坡股市的经验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 整个DVD的光碟里面来讲 为了服务非凡商业周刊里面 所有的读者 我觉得它是把各个 一个所谓的 全方位的 全方位里面帮你去做一个融合 在这一次的DVD的光碟 你怎么可以错过 这一次的DVD光碟呢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市场也印证了 那好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 这样一个筹码战的一个时代 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 我特别跟你们气化之后 我觉得还蛮有信心的 其实在这一次里面 因为我想过 我是以15的操作上面 不管挂单的技巧 不管是在整个盘中上面来讲 你该有的一个 所谓的操作上面的境界 还有离场的机制 其实我就有讲过 真正的高手 是来自你的离场机制 其实一般的投资朋友 你在操作 你做多的时候 或是你业内主力 做多的时候 你跟他差不了多少 只是他买的多一点 你买的少一点 但是真正的差别 是在于离场机制的执行力 只是差别在这里 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赢家 是采取到大赚 小赔 那一般投资朋友 是小赚 大赔 因为你不甘心 所以你对于整个赔钱的个股里面 一路的爆 这是我发觉 一般投资朋友 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来看看 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在这一次的DVD的光碟里面来讲 很重要的原因呢 我们就从一个台股 两个世界来开始呢 回汇给整个非凡的观众朋友 或是呢 等个一个读者 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这些强势的个股 我们来看1477的巨洋 4月份的营收 比3月份里面 微幅的衰退 但是YOY持续的成长 今天股价是创新高的 可是呢 如果你有来看 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恐龙浪梨 它真正的精髓之所在 我们在这一次就讲过了 未来主展市场上面而言 它来自于筹码 而这筹码的稳定性 请问是法人的筹码比较稳定 还是业内跟主力 你仔细来看看巨洋 这一路以来 几乎都是法人的筹码 锁在这里面 所以相对性的 电子个股 它的筹码面里面比较凌乱 它才会造就出来说 很多的一个电子个股 一样 每个都是营收衰退 但是巨洋它可以创新高 但是电子个股呢 很多营收上面 就是不错的个股上面 它呢 却呈现了补跌 那我们看4979的华星光 在这一次里面 电子个股少数能够创新高的 你有没有发觉到 它也是在法人里面的 买超的一个记录里面 是有的 所以这些的个股上面 你都可以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过来235市的红准 你可以发觉到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红准也是土洋的一个对作 那你可以发觉到 巨洋 如红 都是同族群的 这个华星光 我们在之前就讲过 都是在市集网通这个区块 那金属即可的部分 在今天里面是属于补涨的最强 一个是红准 一个是凯顺 可是我们来看看破底的个股 破底的个股 几乎都在我们的离场机制里面 来讲话 之前早就执行 我举例了三种 类型的个股上面给大家看 一个是2498的一个宏达电 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月线 如果可以的话 把KD指标里面用上去 因为日线其实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什么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月线 你可以发觉到它已经再度的跌破最低的118块钱 但是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我们说已跌 止跌 加速的一个杆底里面就是来自于它的负乖离 当它这个持续的一个下跌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以长期短期之中 我不能说它还不会跌 因为它的融资的水位上面 还是有一点点需要再退 再退一点会更好 但是它的月KD指标里面 已经很明显的它出现了背离 我是说从长线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可以发觉到 不是只有宏达电如此 手机的一个部分里面 今天有美绿 今天有飞鸿 今天有铃声 ZETABUS的洋质 全部都是破底的 它都是破底 那还有另外一种 其实另外一种来讲的话 你更要去做留意 叫做高档补跌个股 你还有机会 你不是像很多人里面 宏达电 它套了一年 两年 三年了 它死心了 它就是要抱住它 这个不一样 那可是第二种是来自于高档上面 才刚刚去做转落的 我们来看8928的一个剧名 你可以发觉到 你可以发觉它这颈线位置里面 才刚刚跌破 所以你还有机会 而且它这高档 抱大量的地方里面 才刚刚跌破 所以我觉得这种事还有机会 那我们来看它的一个 融资的一个水位 你看这么高 你还可以处理的过程中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处理 那高档上面补跌的一些个股上面 它刚刚去跌破的 有什么呢 有5474的冲钛 3693的银帮 5288的风翔 然后再过来是南光的部分 跟3289的一特 你随便来看 3289的一特也好 它其实都是还有机会 你看到没有 都是还在高档上面 刚刚才跌破大量区间的一个上缘 所以我觉得它都是 还有处理的一个机会 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处理 那第三种里面来讲话 就是说 也是已经很久了 但是呢 在之前里面来讲话 大家呢 就开始呢 土洋的对坐 一下讲这一下讲那个 但是我今天是把生技个股里面 有两种类型里面抓出来 因为生技个股是比较特殊的 我们看2390的云层 它的这部分是创近期新低 可是呢 它接近它的一个之前里面来讲的一个低点 我们来看月线 你可以发觉到云层它就很清楚 那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们说它没有创新低的过程中 先跌破大量区间的下缘 你要不要去做处理 那如果你不去做处理的人 那我只能说 那你就是要去接近前低的时候 它必须要利手 它如果不利手的话 它后面里面还有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融资 你看它融资的水位这么的高 所以在今天里面来讲 云层也好 基亚也好 这是同一族群 可是我们来看看另外一部分 就是基优生的4163的液态 以往而言 大家不都说 医疗的器材个股里面 是属于好的股票吗 但是你可以发觉到 我们把时间看长一点点 它已经接近 比云层还更接近 你说它如果跌破13.5 它有没有警讯 它有非常大的警讯 因为这都是在相对性的 历史上面高档的个股 你在做一些的处理上面来讲 我觉得都还来得及 那另外也是医药里面来讲 我说我今天就把升级各个类型 我抓一档 4108的一个怀特 4108的一个怀特 我们可以发觉到 它就更不寻常 你把它月线拿出来看 把它月线拿出来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图形上面 已经走空头排列了 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去做一些 有些股票是高档上面来讲的话 刚刚转弱的 我觉得你在第一个时间是可以处理的 不是吗 那如果说像这种所谓的 一直在一直跌跌跌破 长线上面历史的低廉 那你说我现在之前都没卖 我干嘛要现在卖 我不是不认同 但是你要记住 你这个叫做 背离之中的反弹 那如果基本面还没有改善的情况之中 反弹之后你还是要处理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说 其实现在里面各个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可是你要知道如何有一个离场的机制 或是有如何的一个进场机制 那我只能说 这一次的非凡DVD的光碟 你一定要拥有 OK 所以整个市场的每一份子 都在面对新的一个交易的模式 我们也一样 你永远赢在起跑点的人 才能够有机会跑到第一名 OK 那留在下阶段回来 刚刚已经也从筹码的一个角度 来看外资的一个表现 我们稍后还会跟大家持续来进行追踪 法人时代一个来临 但进广告之前 其实今天的手机相关族群压力很大 最主要呢 中国市场在智慧型手机的一个表现 受到饱和的一个影响 有一些手机的一个销售率 明显的呈现了下谎 其实在美国股市有两档股票 你就知道刚刚明娟 你讲的这个东西上面会产生 一个叫Apple的股价 一个叫做什么Google的股价 你可以去对比一下 就知道这一次Android的一个系统上面来讲的话 是有产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大家说三星怎么样 但因为三星的成本又高 这个是苹果 来看一下Google Google OK 那我们在转换的同时 包括其实三星的压力也不轻 三星在上个礼拜才被调价目标价 对 你看相对性的就比较弱势 你这次看近期了 看长一点点 更可怕 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终于知道库克要做手表 因为苦思新的一个产品 才会新的突破 不过在这一次看起来 还是要再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 好 这个听说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也透过新闻来看看 中国这个手机需求 不过大家在看印度啊 透过新闻来做个了解 把手榴弹当成灯泡 象征M9可以